公元944年到公元945年 这两年间 辽主耶利德光先后两次发起了辽境之战 但两次都是失败而归 特别是白团未存之战 自己被打得狼狈而逃千余里 骑着骆驼才得以回到辽国 虽然苏黎太后劝他和晋国和好 但他心中气愤难平 不愿和晋国和好 晋主时中贵兼自己两次打败辽国 也不想再屈服辽国 还把组合的丧维汉 变为了开封敷隐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舞台演绎 我是杨丽辉 定州西北有狼山 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 就搬到山上建立了一个村子 村子里面修建了一个佛堂 由尼姑孙生义主持 这个孙生义有一套 经常故弄玄虚 妖言惑众 这招还挺好使 远近对他都奉若声明 当地有一对兄弟 哥哥叫孙方简 弟弟叫孙兴友 他俩和孙生义是远方中亲 他们在孙生义面前 以指指辈之居 逝世孝敬孙生义 后来孙生义病死 孙方简对外宣称 孙生义是作画的 把孙生义的尸体 用漆涂抹穿上衣服 放置在了神看之中 周围百姓都以为 孙生义是得道高人 供奉的更加殷勤 香火不断 并且越穿越远 越来越多的人 前来供奉祭拜 后来辽境开战 北方赴岁 摇曳繁重 很多人都落草为寇 孙方简兄弟 自称由天神相助 可以庇护百姓 很多百姓屈之若鹜 求他们保护 他们从中选择了 年轻力壮的整编层队伍 就拿庙堂做赢债 号称保一方平安 辽军南下 孙方简率众偷袭辽军 夺了不少兵家粮草 回来后就分给信徒 信徒更加高兴 也更加的卖力 宣传他们 这样一来 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归附 孙方简担心 禁国朝廷会把他们当三贼围剿 就请求恢复朝廷 朝廷就把他们编入了正规军 后来孙方简屡屡带兵 进入辽国境内抢掠 每次都有所收获 他渐渐的就自大起来 不断向朝廷提各种要求 禁国朝廷不可能事实依他 他就一怒之下投靠了辽国 表示可以给辽军做带路打 当时河北遭受饥荒 饿瓢遍野 衍州 蕴州 昌州 贝州等地 盗贼蜂拥而起 官府也没有办法 孙方简也是趁火打劫 就连天兄军纪录史 杜仲威的部将刘延翰 去边境贩马的路上 也被孙方简打劫了 还准备把刘延翰送给辽国 幸好半路上 刘延翰机灵得以逃脱 他直接逃到了辽梁 上报 称孙方简已经投靠了辽国 为虎作长 应该早做防备 于是进主石中贵 派李守珍为主帅 皇府玉为副帅 带着张掩泽等人 前往行州 准备讨伐孙方简 现在进国朝廷 是冯玉做主 他任用自己的亲信李彦涛 为内庭都指挥使 掌管军权 李彦涛和李守珍关系不合 李守珍带兵在外 常常受到李彦涛的牵制 李守珍表面上 洋装听话 石泽内心早就愤恨不已 讨伐孙方简 自然也没有什么战果 石中贵 另外担心游离在境内的 图玉魂部 再次被辽国右翔 多次召见图玉魂酋长白城福 想拉拢白城福 给了很多赏赐 并让他守华州 白城福 让图玉魂部众 前往河东太原附近 折地序幕 图玉魂部众 不知内地法律 经常触犯河东禁令 河东基督使刘志远 依法严惩 不留情面 图玉魂部落中 有一个小头目 叫白壳酒 心中不服 就带着自己的部众 逃往辽国 刘志远知道后 秘密和部将郭威 商议道 现在天下多事 图玉魂部出没太原 实乃心腹大患 况且白壳酒 已经叛逃而去 难免他会回头 引诱其余不重 故意大道 听说白壳酒 到了辽国 辽主受他为云州观察使 这事 如果被白城福知道了 必然心生羡慕 暗怀二心 俗话说得好 擎贼 先擎王 白城福一除 其部落自然衰败 何况白城福手里 钱财很多 我们如果可以得到 他的钱财 想必可以让咱们的 实力大增 到时候 就算中原有变 也可独霸一方 天下之势 安危难测 愿您早做决断 刘志远觉得 郭威说得很有道理 就暗中上表 说图玉魂反复无常 应该迁往内地 始终会看了表文 也觉得有道理 就把图玉魂部众 分散安置在 内地各州 刘志远 见时机已到 又派郭威 引诱白城福到太原 白城福不止有诈 就来到太原城 刚到城中 就被何东斌团团围住 刘志远 无限其谋反 就把白城福 及其家族400余口 全部杀死 把白城福的钱财 一并没收 事后才上表朝廷 说白城福谋反 被自己诛杀了 史中贵 哪里知道内情 还下诏 褒奖了刘志远 从此图玉魂部落就 渐渐的衰败了下去 而河东实力 却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白科九知道后 就怂恿辽兵 攻打河东 辽主派见三万大军 前来攻打河东 刘志远派郭威 领兵抵御 郭威带兵 在武阳谷 大破辽军 斩首七千余人 刘志远 上表告捷 没多久 张掩泽也上咒 说自己在定州 也击败了辽军 斩杀两千余人 这两则消息 到了靖国朝廷 史中贵和群臣 都以为 辽国已经开始衰败 以后也容易消灭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从幽州 来了一个辽军头目 带来消息说 赵岩寿有难归之意 苏密斯李松和冯玉 都以为赵岩寿 七暗投明 信以为真 急忙 让杜总维写信给赵岩寿 说朝廷很希望他难归 并会赤他后利 没多久 得到赵岩寿回书 说自己久居异国 现在特别思念过国 希望能派大军 前来接自己 彭玉信以为真 立马前使到幽州 和赵岩寿约定 初始至期 赵岩寿假装同意 转眼就上报给 辽主耶鲁德光 耶鲁德光将计就计 还让营州刺史刘延作 也说自己 愿意举城投降 并释放假消息 说城中空虚 再加上政治多余 辽军接应肯定不变 请朝廷述数数派兵前来 冯玉和李松 喜欢的不得了 就准备发大军 前往接赵岩寿 刘延作等人回国 杜仲伟也上表说 营州莫州 守备空虚 可以公许 冯玉和李松 就上表 举见杜仲伟为为主帅 前往辽国 赵岩 觉得杜仲伟不可信 私下劝阻冯玉和李松 但冯玉和李松 不以为然 依旧任命 杜仲伟为为主将 让李守珍 安省齐 佛彦清 黄辅玉 梁汉章 宋远军等人 配合杜仲伟 还向各地发策令 说大军先收营州莫州 然后收复幽州 之后荡平塞北 有勤助辽主的 受截都使 赏钱万贯 捐万匹 银万两 策领一下 各军陆续出战 大有最后一战之意 但偏偏天空不作美 大雨从六月下到十月 梁草难行 各军也是怨声载道 杜仲伟在卫州 和李守珍会师 然后向北而行 路上又觉得兵马不足 就让宋国长公主 到京城再要一些兵 禁主时中贵觉得此行 万无一失 就不顾京城守卫空虚 把京城的禁军 大半拨给了杜仲伟 希望杜仲伟尽快传来捷报 杜仲伟带到全军 直达银州 到了银州 远远看到城门大开 貌似空无一人 心中不由的 惊疑不疑 不敢贸然前进 就在城外扎营 然后派人四处打探 侦探得知 辽兵已经出城了 次使流言作 也不知去向 杜仲伟就派遣梁汉章 带兵两千 前去追击辽兵 梁汉章领命前行 走到南洋雾 突然辽兵四面冒出 把梁汉章围在中间 梁汉章带兵 左突右冲 就是无法突围 最后全军覆没 自己也战死沙场 杜仲伟得到败报 连忙后撤 这时候 一旅德光亲自带兵来到营州 得知杜仲伟后退 就带兵在后面追来 杜仲伟知道 一旅德光在后面追击 心中害怕 连夜向南逃走 张艳泽 现在驻扎在郑州附近 杜仲伟就来到郑州 和张艳泽会合 会师后 杜仲伟让张艳泽为先锋 前往主击辽军 张艳泽带兵 在中渡桥和辽军相遇 张艳泽还算英勇 徽兵就和辽军厮杀起来 他带兵三进三出 把辽军挡在了中渡桥前 一旅德光见夺桥司令 就烧毁了中渡桥 想带兵回去 但他看到 对岸的禁军 沿河修建营寨 大有持久堆滞的意思 于是他也就不担心 禁军全力进攻 也就在河岸 安心地砸起大营 那两军相对 会有什么样的大战呢 咱们下一讲 继续分解 都看到这了 原创真心不容易 请大家点赞 收藏 加关注 你动作手指 就是对我的极大鼓励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辉